《东周列国志》 第30回 秦晋大战龙门山 木鸡登台腰大赦 下 编著 冯孟龙 播讲 夏秋年 却说秦木工还于大债 为百里锡曰 不听景博之言 机为尽孝 那壮士三百余人 一骑到营前叩首 木工问曰 如等何人 乃肯为寡人出死立爷? 壮士对曰 君不计西年王善马乎 无等皆使马肉之人也 原来木工曾出列于梁山 夜施两马数匹 使力求之 寻至齐山之下 有野人三百余 群聚而使马肉 力不敢惊之 驱报木工 速遣兵亡补 可尽得 木工探曰 马已死矣 又因而路人 百姓将为寡人 贵处而见人也 乃所君中美酒 数十瓮 使人积往齐下 宣君命而赐之曰 寡君有言 十两马肉 不饮酒伤人 既以美酒赐辱 野人叩头谢恩 分饮其酒 其探曰 道马不醉 更律于我等之伤 而赐以美酒 君之恩大乙 何以报之 至世 闻木工伐尽 三百余人皆舍命驱至寒原 前来驻战 恰欲木工被围 意其奋勇就出 真个是 种瓜得瓜 种斗得斗 师伯报博 师后报后 有师无报 何亦禽寿 木工仰天探曰 野人且有报德之意 尽喉独何人哉 乃问众人中 有愿逝者 寡人能绝路之 壮士齐声应约 无柴野人 但报恩主一时之会 不愿逝也 木工各赠金箔 野人不受而去 木工叹息不已 后人有诗云 寒原山下两交风 禁甲重重 困木工 当日若诸收马逝 今朝燕德出凡龙 木工典氏降效不缺 单不见白衣炳一人 使军事便处搜寻 闻土窟中有哼声 驱网视之 乃是白衣炳与图案仪相持滚入窟中 各个立尽弃绝 尚扭定不放手 军事将两下拆开 抬放两个车上 再回本寨 木工问白衣炳 已不能言 有人看见他两人拼命之事 向前奏之如此如此 木工叹曰 两人皆好汉也 问左右 有时尽将姓名者乎 公子直就车中观看 奏曰 此乃勇士图案已也 臣前调进二公子 已亦奉本国大臣之命来迎 相遇于屡次 事已时之 木工曰 此人可留为秦用乎 公子直曰 誓卓子沙里克揭出其手 今日正当顺天行诛 木工乃下令将图案已斩首 金节锦袍以赴白衣炳 命白衣炳先以温车载回秦国就医 并服药 吐血树斗 半年之后方才平复 此事后话 再说 木工大获全胜 拔债都起 使人为晋侯曰 君不欲避寡人 寡人今亦不能避君 愿至避易而请罪焉 惠公扶首无言 木工使公孙之率车百胜 押送进军至勤 国舍 韩简 梁有米 家仆图 细布阳 郭眼 细齐等 皆批发垢面 草形露宿相随 如奔丧之状 木工父使人调朱大夫 且未知曰 尔君臣为药食尽宿用兵来取 寡人之刘耳君 了以至尽之素耳 敢为以甚乎 二三子何患无君 悟过其也 韩简等再败其首曰 君连寡君之余 急于宽正 不为以甚 皇天后土 时闻君语 臣等敢不败次 秦兵回至雍州界上 木工及群臣一曰 寡人受上帝之命 以凭禁乱而立宜无 今禁君被寡人之德 即得罪于上帝也 寡人运用禁君 交似上帝 以达天况 何如 公子直约 君言甚当 公孙之禁约 不可 禁大国也 无俘虏其民 以取愿矣 诱杀其军 以以其分 禁之暴秦 将胜于秦之暴禁也 公子直约 臣亦非屠杀禁君矣也 且将以公子崇尔代之 杀无道而立有道 禁人得我不暇 又何怨焉 公孙之曰 公子崇尔 仁人也 父子兄弟 相去一见尔 崇尔不肯以富丧为利 岂肯以帝死为利乎 若崇尔不入 别利他人 与宜无何则 如其肯入 必且为帝而酬勤 均费钱德于宜无 而恕心愁于崇尔 臣妾已为不可 穆公曰 然则竹之乎 求之乎 亦父之乎 三者熟利 公孙之对曰 求之亦匹夫尔 于秦何意 竹之必有谋纳者 不如父之 穆公曰 不丧公乎 知对曰 臣义亦非屠妇之义也 必始归无何昔五成之地 又使其世子宇留置于吾国 然后许承焉 如是 则禁军终身不敢恶勤 且一日赴死子继 吾又以为德于宇 尽世世代秦 力赎大呼 穆公曰 子桑之算 急于庶世已 乃安置会公于陵台山之离宫 以千人守之 穆公发遣进侯 方玉启成 忽见一般内侍 皆伏催谍而至 穆公亦为有夫人之便 方玉问之 纳内侍口述夫人之命 约 上天降灾 使秦晋两军 弃好吉荣 进军之祸 亦婢子之修也 若进军昭入 则婢子昭死 息入 则婢子息死 今特使内侍以丧福迎军之师 若设进侯 由设婢子 为君才知 穆公大经 问 夫人在宫作何状 内侍奏曰 夫人自闻进军见获 便携太子扶桑扶 徒步出宫 置于后园重台之上 立草舍而居 台下聚鸡心数十层 宋雍孙者屡心上下 吩咐 只待进军入城 便自杀于台上 纵火焚无尸 以表兄弟之情也 穆公探曰 子桑劝我 误杀进军 不然 积丧夫人之命矣 于是使内侍去其催谍 以报穆姬曰 寡人不日归进侯也 穆姬方才回宫 内侍贵而问曰 进侯见利妄议 被无君之曰 又赴君夫人之托 今日乃自取求辱 夫人何谓哀痛如此 穆姬曰 吴闻人者虽怨不忘亲 虽怒不弃礼 若进侯遂死于擒 无意于有罪矣 内侍吴不送君夫人之贤德 毕竟进侯如何回国 且看下回分解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